大家好 今日6月30日 星期三 是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天 亦都是 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当然也是半年结 很简单说 大市是有少少市顶的形态 但成交禁额不配合 升势一定受亏限 好像今天的市 高开113点 去到29,1807 曾经轻轻升到29,146 但勒住了 资金不肯再去追 结果零碎沽压再出来 而令市又再反复 直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已经见过28,843点 简单说 本来升152点的市 倒跌151点 情况其实没什么特别 最多是整固不明 但尴尬在 指数经过今早的小小反复 跌穿了一条100天平均移动线 这就比较有小小不明 因为一旦100天失守 下一个防线就去到10天和20天线 技术上 恒指又会和 极组移动线糾纏在一起 这个和早前 突围了 再向上行 试顶的形态是两个格局 不过 现在6月份最后一个加月天 有没有更加高的指数 我觉得已经不重要 你反过来7月份的市 怎样走才 比较值得关注 简单说 指数如果会回到28,000左右 过渡到7月份 有利于市 慢慢慢慢再走上去 要留意的 当然是新经济股份 到7月份我们再看看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